这个男人正在拼命地逃跑 好像有个可怕的东西在追着他 他逃到一个房间 翻开窗户 外面是墙 而身后 一扇柜子门缓缓打开 接着是第二扇 第三扇 柜子里面全是镜子 男人害怕地走过去 镜子裂开 一块镜片掉落 他吓得赶快去见 而镜子里 竟产生了另一个他 正在一直盯着他 诡异一笑 然后 这个男人死了 被镜子的自己杀死 可是 警方的验尸报告却写着 他是自杀而死 或许也算自杀吧 但没有任何人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死后 很快 有另一个男人来接替他的工作 这个男人叫保罗 以前是一名刑警 离职后 他来到这家废弃商场做看守 主要工作就是夜间巡逻 商场五年前发生过火灾 到处是烧焦的痕迹 落满了灰尘 但保罗发现 这里有很多镜子 并且意外的干净 接待人员告诉他 是上一个员工擦的 他每晚 都会沉迷于擦镜子 保罗有些奇怪 而就在他来这里工作的 第一个晚上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保罗此时 正在夜间巡逻 可当他走到镜子前 却发现 原本干净的镜子 竟凭空出现了一个手印 他用袖子擦 擦不掉 往上看 却是更多的手印 虽然感觉有些奇怪 但保罗却急需这份工作 于是 第二晚 他继续巡逻 在镜子前 保罗再次看到那个手印 他伸出手 去对比一下 镜子碎裂 左手被划伤 接着 他看见镜子里 自己的身后 有人被烈火焚烧 大声参叫 可当他回头 却什么也没有 很快 镜子中的火 蔓延到保罗身上 保罗被烧得在地上打滚 而这一切 竟真实地反映到 现实的保罗身上 火焰散去后 保罗爬起来 但刚刚的疼痛告诉他 这一切不是幻觉 妹妹知道后 劝他辞职 可是很快 妹妹就被杀害了 这个男人掏出枪 对着镜子一顿猛射 可是很快 镜子就自动复原 看不出任何痕迹 画面很诡异 这面镜子 到底有什么魔力 不久前 他唯一的亲妹妹 被镜子残忍杀害 只是因为提醒他 让他远离镜子 崩溃的保罗 落垂镜子 大声质问他 到底想要什么 镜子出现一些裂痕 拼凑出一个名字 艾斯克 艾斯克 到底是什么人 他与镜子 又有什么渊源 保罗以前是名刑警 他立马让以前的同事 帮忙查找相关线索 很快 同事给了他回应 他们还发现 保罗工作的废弃商场 几十年前是个医院 安娜艾斯克 曾在里面接受过治疗 可是后来 医院里所有病患 都死在一场 诡异的灾难中 除了安娜 而另一边 保罗的儿子 坐在家里的镜子前 准备去学校 妻子却惊恐地发现 保罗回家 与妻子 一起把家里 所有镜子和窗户封上后 出发去寻找安娜 她是一切的源头 保罗在一个教堂 找到了安娜 此时的她 已经成为一名老修女 在这里 保罗了解到一些过往 原来 安娜在十二岁的时候 被恶鬼附身 不管什么牧师 神父 驱魔人 都对她体内的东西 束手无策 最后医院断定 安娜是精神分裂 并把她送去医院治疗 而治疗方法 就是把她关在镜子房里 强迫她 每天面对那些镜子 最后 安娜复原了 而那些恶鬼 则被留在镜子里 直至今日 可在保罗家里 即便所有镜子 都被封起来 却还是 难免有疏漏 门把手上 倒映着 镜子男孩的身影 她把门把手拧开 里面是熟睡的妈妈和姐姐 保罗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妻子被吵醒 她才发现 儿子居然不见了 她慌忙来到客厅 镜子的涂层被刮掉 而地板上 全是水 她的身影 被水倒映着 这个女人 正在慌忙 关闭水龙头 忽然 在浴缸里 诡异般地倒映出 儿子身影 女人一回头 身后什么也没有 就在这时 她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死死地摁进浴缸 挣扎不停 另一边 她的女儿来到客厅 在一面镜子前 她看见了妈妈 身后却空无一人 太诡异了 女孩立马问妈妈 镜中的妈妈没有回答 而是拿出剪刀 立马抱起女孩 而此时 真的妈妈 刚从放完浴缸的水 险中逃生 女儿将要面临死亡 幸好她及时赶到 她立马把女儿 藏在一个衣柜 叮嘱她 千万不能出来 自己则出去找儿子 在楼下 她看着儿子拿着刀 在刮镜子的涂层 她慢慢走近 让儿子把刀放下 儿子却扭头就跑 她赶紧追上去 在椅子下面 发现儿子的倒影 她蹲下 想把儿子捞起来 倒影中的儿子 却忽然一刀划上了她的脸 再次抛开 最终 她在铺满水的地板上 找到了真正的儿子 可当她走近 儿子却忽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拉下水去 她疯狂地拍打地板 却无论如何 都无法打破这个镜面 救出儿子 与此同时 在教堂 保罗拿着枪 指着安娜 一切诡异事件 皆因她而起 保罗威胁她 去救自己的家人 安娜终于被说服 和保罗一起来到始发地 她闭着眼睛 来到一个 四周都是镜子的房间 镜中的恶鬼 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破剑而出 安娜就是他们最初的宿主 保罗退出去后 恶鬼开始附体安娜 镜子破裂 保罗的儿子 也终于从水中浮起得救 就当他以为 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安娜却变成恶鬼 想要杀了保罗 保罗殊死奋战 引发火焰 将安娜吞没 可她还没有逃出去 浑身是火的安娜 又扑过来 她看准时机 将安娜压进了废墟 而后 地道爆炸 淹没了一切 第二天 保罗从废墟中 挣扎爬起 她还活着 她迎接阳光 走到外面 外面围满了警察 却没有一个人搭理她 很快她发现 警察身上的名牌 是反向的 周围车子的印记 也全是反的 就连她左手的伤口 也转移到了右手上 这里的一切 都是镜面的 保罗震惊了 她要回家 要寻找她的妻儿 她路过一个橱窗 玻璃镜面 却照不出她的模样 她不可置信地 把手摸上镜面 而在另一个世界 橱窗的玻璃上 却凭空 出现了一个手印 金桨 应免 北安